经贸关系是中澳关系的压商时和稳定器 但是近年来因为澳大利亚方面不断对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营商活动投资活动设置障碍 包括比如说对华为以这样的莫须有的借口实施这种全面的禁令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在破坏中澳关系的道路上可以说是越走越远 那么4月21日呢澳大利亚从联邦政府的层面单方面撕毁了中国和维多利亚洲的一代一度合作协议 目前呢国防部又在澳大利亚国防部又在对中国企业蓝小集团就出界达尔文港的这个租约进行所谓的审查 有意呢就是再次撕毁这样的条约 这样两国经贸关系的根基可以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中澳战略对话机制的基础可以说已经是难以为继 那么国家发败委声明无限期暂停这个对话 就是对目前中澳两国关系现状的一个正确的评估 也是对澳方采取一系列破坏活动的必要的一个反应 因为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出口大国 它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 那么澳大利亚在经贸投资领域调起时端进行破坏 最终损害的是它和中国的互惠互利的 这实际上是极其不明智的 也是有时候严重的后果的 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目前正在走出疫情的这个阴影 希望尽快能够从政经济提升这个名声的这样的背景下 就是破坏两国经贸往来 对澳大利亚的后续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我们是希望澳大利亚方面能够回馈理性 真正从它自己的本国利益出发 而不是把自己经验的捆绑在美国的反华战车上 为美国的战略去火中取利 中澳两国经济上它是高度互补的 就是所以完全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 能够管控分歧 能够全面的这样的合作 实际上求是在澳大利亚一方 所以澳大利亚方面确实应该是要采取确实的措施 使两国关系能够真正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一小时作词 我还 要是童隔